嗨 大家好 我是米薛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第二次的 100元吃一天 我們決定在超商找我們今天可以吃什麼東西 早餐呢 我們剛剛已經去買回來了 我們買了一個 草莓夾心15塊 麥香奶茶10塊錢 這樣早餐只要花25塊錢就可以解決囉 草莓夾心裡面總共有這樣子的3塊 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味道 從小吃到大的味道 這種麵包好久沒吃了 久久吃一次覺得還是蠻好吃的 而且它的麵包其實很軟 草莓醬蠻香的 熟悉的麥香 我們早餐吃完了 那等一下中午再想一下中午要吃什麼吧 我們中午要吃的是 微粒炸醬麵 跟一顆茶葉蛋 好香喔 我同事們在吃越南河粉 要看一下我的越南河粉 根本聞不到味道 來看一下 好羨慕喔 吃微粒的人 好羨慕喔 吃23塊的微粒炸醬麵的人 你那個多少 你那個123塊 我那個124塊 怎麼樣多你24塊 你多我101塊 好謝謝 謝謝大家 配合 哇好棒喔 我都不想要吃124塊的牛肉麵了 我還不只微粒炸醬麵 我還有一顆茶葉蛋喔 是茶葉蛋耶 超香的 40塊的茶葉蛋耶 我們選了一顆非常非常入味的茶葉蛋 躺在這裡 然後挖椎 吃完了 我觉得维利杂酱面吃完超级超级爆的 而且我们还有夹一颗茶叶蛋 超商卖的维利杂酱面这样一碗的 如果去全联或者是大卖场买的话 一包那种塑胶袋装的应该会更便宜 如果大家月底比较拮据的话 可以先去全联买个一袋的泡面 就可以放着慢慢吃 因为我们一天预算只有100块 所以渴的时候大家就多喝水吧 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是全家卖的中华小龙汤包 还有一杯生活泡沫绿茶 这样子两样只要40块 全家很过分 就是我们在店里面看的时候 它冷冻柜上面都写说 像是小龙汤包啊 煎饺啊 还有馅饼 全部都写28块 但我们要去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我们原本要买的锅贴 它已经涨价了 变成35块 35块 结果就会超出我们的预算 所以我们就去换成这个小龙汤包 小龙汤包呢 它也涨价了 但它涨成30块 然后它一盒里面有6颗小龙汤包 哇 它这皮破掉了难过 小龙汤包超级香的 而且它是好吃的 这个我平常没有买过 它的皮稍微比较厚一点 可是还是有点QQ的 里面馅的味道很够 猪肉馅的味道很刚好很足够 美中不足就是 它有一些已经破掉了 它这个其实蛮方便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餐具的话 它里面还有附一个这样子的小叉子给你 最后一颗 最后一颗 我都被提 你不是要给我吗 不是 哦 好的 你每次动一动就露半张脸 美人小姐 我们吃完了小龙汤包之后 还有一杯生活泡沫绿茶 好久没喝生活泡沫绿茶 原来它这么甜的吗 我们今天在全家花一百元吃三餐 成功了 这边来算一下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早餐的话我们吃了一个草莓夹心面包 加一瓶麦香奶茶 总共是25块 午餐的话我们吃的是一盒微粒炸酱面 还有一颗茶叶蛋 这样子总共是33元 晚餐我们吃的是中华小龙汤包 还有一瓶生活泡沫绿茶 总共是40块 好我们这样总共花了98块 还剩下2块钱 这2块钱还可以拿去做慈善 那如果还想看我们做100元挑战系列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喔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一个喜欢 记得订阅提供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那也可以去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